今年55岁的张女士与丈夫是半路夫妻 两人相职7年 结婚3年 今年的7月13号 丈夫不幸去世 丈夫去世5天后 张女士却接到了丈夫离婚的通知 我先生她那起诉说是7月13号 她7月13号死亡 按照张女士的说法 丈夫在去世当天居然起诉与她离婚 这令她非常不理解 她认为离婚不是丈夫的本意 而是丈夫的儿子 也就是她的继子出的主意 你认为你的先生不可能会跟您提离婚 对 是吧 但是继儿媳的上场却推翻了这一说法 而且我爸那边就是已经特别恨他了 说死都不要让他再见到他 之前你父亲提过离婚吗 提过 不可能 太可笑了 张女士不认可儿媳的说法 她表示她与丈夫感情很好 丈夫不可能提出离婚 在丈夫去世之后 张女士表示门锁被换 她回不了家 只能借住在哥哥家 我要求当成宗人 我的户口迁入 那您希望她儿子怎样呢 搬出 离婚是不是丈夫的本意 张女士不能回家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第一次她闹 就我爸就已经提出离婚 就已经找律师了 您方方面把这个律师的电话提供给我们 咱们走 我们想跟她核实一下相关情况 为了核实事情的真相 网可律师下场 与这起离婚诉讼的代理律师 马律师进行沟通 而面对儿媳在场上的说法 张女士很生气 并表示不愿与她同场 我不想跟她交流 我们层次不一样